這段訪問就是集中講不論是欣賞文學的人 看一篇文章的人 或者真正想去了解那篇文章的人 始終擺脫不了那些個人的編號 所以留協就舉出 因為知多編號就是人莫然該 很難說有一個完整的接受 各方面的事情都可以接受 亦都有所謂偏外號 亦都有偏見存在在那裡 就算沒有 她的性格偏向或愛好偏向 亦都很明顯在欣賞文學 或者批評文學的時候表露出來 她舉出四個方面 人的通脹都有的現象 一種又有慷慨性格的人 我們所謂慷慨激昂 譬如經磕磋 譬如經磋 風宵宵是血水寒 壯時一去是不迫壞 高漸離就激足其他那些送行者 就在那裡拍和和 在那裡和唱 那種所謂熱聲 來到跟她熱聲熱激節 你接著他的聲音,形成他的歌唱也好,看他的文章也好 按照他的表現來表達了自己的意思出來 之後就跟他打起節奏、打起節拍 我們以前都是一樣的,譬如很多人看驚喜都是幸運的 一唱到他唱段好的或者表演好的就是幸運的 這些就是所謂節聲而激節大家有節拍的吻合 互相欣賞,互相投入 首先就是有慷慨情緒那種人 在文章裏面多得狠 在文章裏面經常在亂世的時候 往往有很多很激烈的,好像鶴飛滿光鴻那樣 勞發充滿憑蘭氏,燒燒雨熱,抬望眼,仰天仰笑,坐懷激烈 往往那些人一看到這些語句 你自動就有一種回應,心靈上 三十公明陳語討,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百妙少年頭,雄未切 自然你讀的人就感受得到這種味道 就完全由這種味道產生來共鳴 所以靜康此又未切,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居,突破荷蘭山缺,壯志雞餐,胡魯辱,兆潭喝飲空腦血,被床頭收拾舊山河,朝天堅 形成一篇這麼悲壯的一首詞 而這首詞不單純一篇文字,就變了將你看的人,讀的人都感動了 自然和他激節回應的,是吧 所以這就是文字的那種力量 我們讀文學,看文學的東西 但你不是說一定要很雄壯 說一定要,就是好像一往無前,好像京魔那樣 好像岳輝那樣,不是一樣,一定是這樣 譬如有些是比較困難的景點,而抑鬱,混化的東西 一樣是他做慷慨,好像文天祥和鄰丁羊群 辛苦遭房起一驚,乾歌遼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都風飄水,新債飄防雨打 黃巷探頭說黃巷,寧丁羊女都探寧丁 人生自古都誰無死,留取擔心,照汗淺 這兩句說話,到今時今日,誰都在欣賞中 就是文學就是有這些力量,有這些體力 所以你要感受得到寫著的人那種心,就是那個內,那個內韻 你才可以跟他激折,跟他逆聲而激折,所謂逆聲而激折 所以你比較有種感動的人,你就馬上做得到 這種東西,但這種亦相反來說,譬如去欣賞文學,我們看一些文章 那種感應就很重要,有時的詩歌不一定寫得很深奧 令到別人讀完都不知是甚麼,那種叫做好,有些很淺白的詩 這一樣是令到別人感受得很深奧 那陸奔翁又叫做愛國詩人,他都說 死去都言之萬事亡,但卑里不如九州堂,黃書北定都中原日 家製都無謀,幾句話,他不用說甚麼典故,不用說甚麼曲折 直述他那種空間,被子女看到,兒孫看到 最重要是你將來拜我的時候都告訴我,不要忘記告訴我 黃書北定中原日 所以這種外國的情緒就是,簡單,很有力,就表現了出來 那就是這種叫做慷慨 但是還有一樣,沉默的慷慨也不是沒有,有很多 曹操三父子在文藝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三國志這本歷史,不是三國志演義的,不是三國志演義的 他並沒有第幾,有幾句話就這樣說 他說曹操往往登高必負,及做新詩,披之管源,佳成岳章 他說曹操往往登高必負,寫到新詩,叫那些人容音樂,及一及,拿來彈奏,佳成岳章 這是正史講的,不是小說講的,所以曹操有他很出色的那種沉默,慷慨 為何我今天帶這本文選來呢,就是因為裏面,劉協講的文章 全部這裡有,差不多有了,包括典論論文也好,包括曹操所有的文字都好 包括,就算曹操這些文字都好,他都有齊在那裡了 譬如,藝武帝,樂苦兩首,短歌肯,很出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招勞都去很多,蓋當而行,憂思難忘,蓋當而行,慷慨 這句話,他這樣運動了,何以解憂,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道康 道康是什麼?走啊 我們不需要讀,但是呢,他那種寫作的手法呢,用沉默那種意境,來表達一種慷慨的情緒 清清止憂,又又我心,但為君故沉陷至今,憂憂六平,食野之平,我又嘉賓 古失吹心,要拿詩經裡面的東西,明明如月,何事可絕,憂從中愛,可短絕,月脈道千,枉勇相傳,契闊彈燕心,臉舊恩, 月明昇欺,烏雀南飛,妖士三雀,三宅何欺,知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攻陶暴,天下歸深 他全首詩就是仿惡虎的一種聲調,那種樂曲的寫法,叫做短歌肯,那個題目,這個就是曹操, 所以歷史上為何說他很多時寫的東西,他都有一定的那種分量,或者那種水平,表現得很積極的, 也都不一定說某些人,什麽呢? 你就曾經做了漢奸的汪精偉,他都是運用那個慷慨,來寫了首詩 慷慨歌煙史,松茸作楚愁,引刀成一塊,就不乎笑念頭 那時汪精偉還是奮青的時候,準備行刺涉王的時候寫過的, 所以有時這些東西每一個人去到某一個階段,他往往表達這種激烈的情感, 心臟那種情緒出來,他寫出來的東西可以令到你, 一直都影響了很多看你的民主的人,讀你的民主的人, 是覺得很有感應,很有互動, 穩直者見密而高騰, 我們首先這裏剛才講過,就是比較含蓄的人, 比較有耐性,或者是比較,所謂,不是那麽衝動那種, 在那裏比較觀察力,比較重視一種,分析那種判斷那種人, 那些人,往往就不是說一下,用情緒去溝通那些, 他一定要想過,考慮過,很多事情看過是否適當, 但是,在文字上那種影響,就往往相當多, 這個範圍呢,中國在龐宋的文章裏面,就多得狠, 譬如你們以前讀古文的時候,有三篇文章,很遠都讀過的, 一篇就是,一篇就是,知國略的出書表,一篇就是,韓宇的制十二浪文, 一篇就是李密的陳情表,那這三篇文章呢,都是, 就是,在唐宋裏面,很出色,但是,在貨文一般的選擇裏面都選的貨文,